她来自农村,却最后成为85亿身家的大老板,她从沃尔玛保安到几百家门店老板,只因为一个小小的塑料瓶,她被戏称为妇女之友,是靠女人才有今天的身家。 她就是内衣之王都市利人的老板,郑瑶南,讲述原创商业创始人故事,传播商业智慧。 本期《紫牙同序创始人观察》为你讲述郑瑶南。 郑瑶南出生于1975年,福建古田人,她从0到85亿的身家,要从那一趟火车开始说起。 20岁的郑瑶南坐上了古田,开往深圳的列车,彼时的她并不清楚深圳是一个怎样的城市,只是过年听返乡的同乡说,那里是个赚钱的好地方。 看着自己并不富裕的家庭,她想出去搏一搏,如果成功了,父母的后半生便不用再辛苦劳作。 经过和家里父母的商量,她收拾好行囊,前往那片改革春风洗礼的土地。 只不过,刚到深圳的她就碰了碧,当她将整理好的简历,呈递给招聘公司时, 负责人只是简单地扫了一眼简历,便无情地拒绝了她,理由是她的学历太低了。 就这样,一家又一家的公司以同样的理由拒绝着她。 经过几天的东奔西走,功夫不负有心人,郑耀南走进了沃尔玛,站在了保安这个岗位上。 此时,进出沃尔玛的顾客并不知道,在这个商场门口的小小保安厅之中,要走出一位身家上亿的大老板。 在成为保安最初的几个月里,郑耀南只是认真地做着自己最初的本职工作,安保。 作为一名保安,即使在人群中,抓到可疑人员是每日的工作重点,这也就练就了她一手敏锐的观察力。 有一天,她在商场门口执行时,看到有一对顾客从化妆品柜台前离开。 她听到,女方向南方高兴地炫耀道这次买的这个小样,花了不到三百块,听到这句话的郑耀南心里一惊。 不禁盘算到,自己一个月工资才只有一千多块钱,没想到这个还没有手大的小瓶子居然就要三百块。 下班之后,做完了交接任务,郑耀南跑到化妆品专柜前,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力和口才跟柜姐攀谈起来。 一番谈话之后,郑耀南察觉到化妆品行业大有可图,随即便向公司提出了转岗申请。 有幸当时的销售经理慧眼识人,同意将郑耀南揽入麾下,把她调到了超市卖场。 进入销售部门后,她虚心好学,对每一件商品的名称、规格、品质和出场地都烂熟于心。 同时,对消费者购物心理和销售员推销商品的技巧都一一寄行研究,潜心观察和分析超市的管理模式。 正由于她秉持着敬业的精神和善于观察、思考的工作态度,很快就显示出她的销售天分,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销售经理。 稳定的工作并没有让郑耀南满足现状,决定开创自己的创业之路。 两年后,郑耀南带着自己之前做销售积攒的两万元投身化妆品行业。 之前做销售的从业经验可以让她从容地面对着开店遇到的困难。 经过艰辛打拼,第八家分店成立后,郑耀南就成为拥有百万资产的化妆品公司老总。 郑耀南本以为自己的人生就会这样结束,毕竟现在自己也算是小有所成,但没想到在街上闲逛的她又发现了新的商机。 一天,她在街边闲逛时,发现有一家内衣店在做促销,一件十元的内衣,一小时营业额竟然卖了差不多一千元。 郑耀南发现这个生意竟然比自己的化妆品公司更加赚钱,于是就在1998年创立了都市丽人这个品牌,并在2009在东莞成立公司。 到2013年底,都市丽人终端销售额接近60亿,门店数量超过5800家。 郑耀南是如何将一个小小的内衣店做到现在的全国品牌呢? 她最重要的扩张时机就是两次。 第一次是2003年非典期间,因为当时经济刚开始蓬勃发展,于是郑耀南用资金购买了十几间扑面,后面已经扩张到近50家。 第二次是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,从上述的两个举动中,就可以看出郑耀南做事颇有李嘉诚的风范,她的扩张策略和炒股有些类似,就是逆势抄底。 凭借着金融危机中人人自危,房价猛降的趋势,在那一年,郑耀南只用了之前计划的一半资金就搞定了所有的厂房,另一半被她用来收购一些将要倒闭的企业,将自己的公司又再扩大了一番。 光有厂房并不能成就一个王国,郑耀南在开店方面也有自己的心得。 选址要好,货品不能差,员工管理也要跟上,最后一点最关键,就是要有专业人士进行指导。 先从选址这个点说起,郑耀南开店的地方主要在居民区、商业街、大学城等人流密集的地方。 她会针对不同地区的市场做调研,制定相应的货品供应计划和营销计划。 郑耀南之所以如此在乎货品,远于她之前的经历。 她发现,不同地区的顾客对商品的评价是不一致的,可能在这个地方广受欢迎甚至火爆的产品,换个城市便无人问津。 至于员工管理,从基层出身的郑耀南自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方法,她可以做到一个店到底配几个员工,可以利润最大化, 然后将人员管理多出的费用投入到设计领域中,也就是上文中所说的专业人员的指导。 毕竟内衣也算衣物中的一类,随着经济以及文化的快速发展,现在人们对内衣的款式也逐渐提高了要求。 除了在行业内广泛的寻求专业的设计师,郑耀南还很重视来自外界的建议,比如说客户,比如说员工。 2008年,都市丽人成立了创新委员会,这个协会是鼓励员工努力将自己创意努力地变成产品,并且拿出30万到100万,奖励那些可以变现的员工的创意。 有一次郑耀南巡视店面的过程中,有一个员工给他提了一个建议,都市丽人,除了售卖女性商品之外,其实也可以卖男性相关的用品,因为之前有很多女顾客到店里购物之后都会问一句,有没有男性衣物,这样就不用跑两家店了。 郑耀南听完之后,便找到了相关的调研部门,对这个提议进行研究,得到的结论是,市面上的一部分,男师用品确实是由女生进行购买的。 经过专业人员的多番研讨,都市丽人最终确定了每个门店都上架10%的男性用品。 而这个提议实施之后,当年为都市丽人增加了10%的利润。 而当初提出这个建议的员工,也得到郑耀南的奖赏。 2015年,都市丽人全国总门店数达到8058家,其市值一度高达200亿。 4年,郑耀南以85亿身价登上胡润百富榜。 或许是出入社会的郑耀南,因为学历碰过壁,因此他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,保持每年上课时间至少40天,每个月必须阅读一本书的习惯。 在他的时间安排表中,一年80至100天都在寻店,做一线调研,郑耀南始终保持着超强的学习尽头和坚持不懈,哪怕已经退居二线。 在近年来,都市丽人业绩下滑,营收亏损的时候,2021年11月,郑耀南重新担任CEO。 此时的他仿佛重回创业初期,每天加班加点,没有周末,乔装打扮暗访门店,调研市场,调整战略。 在一系列改革调整之后,业内行业观察人士指出,郑耀南回归,不仅会带动都市丽人的振兴,也将开拓中国内衣产业的新边界。 直到今天,都市丽人依旧是女性不可获取的一家店,郑耀南也继续书写着自己传奇的经历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,你们的每一份鼓励,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